教宗方济各二号为他在访问缅甸时避免提到洛兴亚字眼的策略进行辩护 他相信已经让缅甸民间和军方领袖了解了他要表达的讯息 在从孟加拉返回罗马的飞机上 教宗表示公开谴责是距东道主于门外 让他的讯息无法被听到 方济各说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让讯息能够表达出去 试着一步步把事情说出来并且聆听回应 教宗表示如果自己在公开演说当中提到洛兴亚 他们将会把他置于门外 但他在公开演说时已经提到了取得公民身份的权利上 没人应该被排除在外 好让他能够在私下会面时更深入去谈这个议题 另外方济各还谈到了核武问题 他说冷战时期的核子威责政策已经不再切实可行 如今光是拥有核武都应该遭受谴责 他并且暗示部分领袖对核武的态度不理性 而被问到是否将访问中国时 教宗表示他很乐意 但目前没有相关的计划 但教宗也透露 教廷与中国之间的谈判是相当高层级的 其中包括了政治对话 教宗 教宗